你開頭是怎樣玩的 我開頭是沒有的 話說是被莊斯文教我玩的 有一天我去探望葉蓮森班 他在拍電影 在街上相當無聊 你沒理由不停在那裡聊天 聊不到很久 中間莊斯文來到就在玩我 全城都好像很多朋友在玩 在社群網站在網上問我 我說很無聊的 他說不是的,很好玩的 他玩了十幾關 他也是過一天開始的 他說很難玩的 我說我不信,這麼低能這個遊戲 我就開始玩 一玩,發現真的挺好玩的 就停不了 好,那你到現在玩多久? 你有沒有給過錢? 沒有 因為我覺得遊戲本身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給了錢去玩 就會失去了買道具 會失去了那個意義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我給錢去玩 就好像我有些朋友一樣 我肯定他是給錢 因為每一關都不是第一件事 第二,不是第二件事就是第三件事 我就覺得好像不太好 另一個原則就是 我基本上是不介意給錢 在手機或其他平台上給錢 但是這個遊戲就算給了錢 我發現一個巧妙 有些關你也是過不了的 譬如你朋友之中 有沒有哪些是特別事? 有的,有的 有些人是永遠 我終於過到了 七十 還在玩七十 玩了兩個月 他們可能比較少打 本身是比較少打 就是打遊戲 第二又可能是少玩 不是像我一樣 因為很多時候 我正在玩 或者我中間寫一下東西 或者在開會中間的過程 我就會玩 或者有時是 吃飯的 我吃完了 很快吃完了 石台人還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出來打兩鞋 譬如你現在做這麼多工作 那你有什麼時間去玩? 譬如平日玩 平日玩的時候有沒有玩? 有有有 或者一中間玩了多久? 反而最主要是在拍電影 在等著拍的時候 即是未能埋的位 未能開始的中間那些位 我發覺 譬如我舉個例 我發覺莊文強都是這樣的 即是 莊文強的導演都是這樣的 他因為我們Facebook聯繫 他就不停在一些胸骨的時候 會問我拿like 但他可能他不是工作 或者他某一個模式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玩 他有時是瘋狂 那幾天就不停在玩 即是不停在問你拿東西 你又玩到現在多久? 以及一個level多少? 我305關了 即是我玩了 我想我 因為中間我有停過 我有停過一個月 我想我玩了兩個多月 兩個月兩個多月 但是中間我有停過 我玩了 我305關了